你只要用真心念 用恭敬心念 外面事情一开不要管 故人有故人的因果报应 我们要管这些事情就堕落了 我们就邪道了 我们偏离了菩提心 不要去理它 好很好不好也好 决定不要齐心动念 你才正看得清楚 正看得明了 它有邪念 它有邪思 它有邪行 你要想帮助它 你都看清楚 它接不接受 接受一定要帮助它 不能接受 千万别说 决定不与一切众生结怨处 他自己坐卧 他自己将来堕落要受保 于我不想干 我要说他 他不高兴 他怨恨我 我们就接上怨了 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对一切众生 要学弥勒菩萨 小秘密 对谁都好 对善人好 对卧人也好 对佛菩萨好 对阿比地狱众生也好 这就完全对了 还会受人家的影响 那就是我们自己功夫不到价 我们的烦恼吸气没丢掉 还有 为什么一阶级到的时候 又受干扰了 到哪一天 所有境在你面前 如如不动 你就成就念佛三昧了 所以境界天天在考验我们 我们功夫有没有长进 就从这里见 那真不懂 真成功啊 对阿比地狱众生也好